国语有声善书 南天虚源唐善书 事态迷失与省觉 主著先佛为张国老先翁 第四二章 迷失情绪的省思 张国老先翁将 在社会里生活着 总是无法事事如意 渐渐称心 一定会多少都有阻碍与波折 此时任何一个人就会有情绪的问题 而这情绪如果无法适应的疏导 就会有偏差的发泄与不当的作为 如此一来 除了有时害了自己 同时也伤害到无辜 这是多么的不幸 向世人受到金钱压力 情绪无法安定 又得不到他人适切的帮忙 这时情绪无法与解救闹自杀 这就是不当情绪的发泄 甚且又顾虑到其他的事情 怕子女无人照顾 连同子女一起自杀 害了无辜的子女 事情是你惹出来的 怎能怪子女呢 既然有心顾虑到子女 为何还要自杀呢 提起勇气面对就好了 情绪的出口就解决了 又有些人受到爱情的阻挠 受到父母或其他因素的阻碍 无法如意 情绪无法豪解 就闹自杀 这也是情绪不知如何去安排所导致的不幸 又有甚多人不知如何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整天借酒交仇 让仇更仇 想不开而做糊涂事 不是杀人 就怪亲戚朋友 使得在你身旁的人无以安宁 这也是情绪无法安稳的实力 世人当知 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无法称心如意的事很多 要知道修持己心于平静 安稳己身情绪或借适当的方式于解 这才是真正聪明能知生活的人 别让情绪把你给门跨了 盼世人明省之 由于现在道德低落 许多家庭不和 小孩不听话 愿此本善书事态迷失于省觉 可以让大家知道要如何落实生活修道 望大家可以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持戒功德大于不失功德 希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可永托轮回 好天子寿灵修院可进入弥勒净土内院超越生死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葬葬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致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书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弃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书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恒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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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